世界上六大黑帮,第一宝座属于本拉登,中国有一个在列层帮助抗日,一,虽然本拉登已经被美国剿灭了,但是,他当时的恐怖行动和散布在中东地区及世界上的气氛还存在住。 他出生于利亚德的一个逊尼派富裕家庭,在大学期间,曾工读经济学、管理学和土木工程专业。 他在31岁时,就成立了盖达组织,用于对抗阿富汗的苏联,反对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干预。 之后,流亡阿富汗期间,策划无数次恐怖袭击行动。 2011年5月,美国声称,终于在巴基斯坦,击毙了这个最大的黑帮恐怖组织的头领。 二德国黑手党一直是比较低调的,他们不出现在公众的媒体中,通过倒卖武器毒品,甚至人口闷声发财,再从制造业和其他正常的生意往来进行洗钱。 他们的成员也在社会上从事餐饮酒店等的工作生活,所以警方很难抓到有利的证据。 由于德国法律上的漏洞,从二十世纪末,很多意大利黑帮人员移民到德国。 比如因德朗盖塔起源于西西里,是当时最有名的黑社会组织。 三如果说,欧洲黑帮又黑又专,那么美国的黑帮就以数量取胜的。 联邦调查局统计几十年来,美国有几百万人加入了几千个黑帮组织。 社会上有一半的暴力冲突是由他们引起的。 其中,加州算是出现状况最多的地区,而墨西哥黑手党最悠久,号称MS13的组织, 面积美国和墨西哥毒品犯罪。 四要说最温和最有规矩的黑社会组织,要属在日本的黑帮了。 在这里他们是合法存在的,他们有助自己的规矩和纪律,不随便影响正常的人们生活,通过在政府注册登记,成为被允许的组织。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也叫和睦,见面会互相问好,因为日本人平常就给人很礼貌的印象,他们还可以参与政治。 但是,在二战刚结束之后的几年,经济萧条,日本黑社会组织还曾经参与到求哉的过程中。 五,俄罗斯黑暗组织可以说是最恐怖的抑制力量,也是让美国很头疼的。 从18世纪的沙俄时代起,因为残酷的统治,一些人起来成立了农民联盟,在吃不饱饭的年代。 他们也曾救济穷人,但经过叶卡杰琳娜和斯大林时期的洗劫,几经覆灭。 但是,随后,又迎来了俄罗斯黑帮真正的鼻祖。 一个叫绿贼的组织诞生了,这个团伙由一批犯人组成。 这条脉络一直发展。 到二十世纪时,俄国已经有一半的经济量与黑帮有关。 六红门是从中国内地南方产生的一支黑帮组织。 又叫天地会。 从历史角度来说,在清朝末年出现一些反清的秘密社团,后来逐渐演变而成。 鸿门成员在各个行业、职业中出现,也有帮助中下层人们摆脱战争时期官僚压迫的。 也有在抗日时期加入到军阀或正规军中反抗日本侵略的。 后来派别逐渐复杂,又分立为三合会、戈奥会这样的指派。 我会想到这些人,也有帮助中下层人们摆脱战争时期官僚。 我会想到这些人,也有帮助中下层人们摆脱战争时期官僚。